新师傅如何呀 挺好的 那你要跟着新师傅好好学 额娘放心吧 我能行的 给王后娘娘和十二二哥请安 都起来吧 额娘 那我先去上课了 去吧 皇后 皇上 来送孩子上学啊 朕一直想着 永继换了师傅 所以朕来看看 这师傅教导得如何 多谢皇上为永继费心了 自己的孩子 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 再说了 永继的程度 本就比不上少师的永继 不愿意 是臣妾教导孩子 不如皇上的义 臣妾搞对了 如意啊 朕没那个意思 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 你还不愿意在朕的跟前吗 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愿 不如不在皇上眼前 皇上也可以清静些 那日在宝月楼 是朕冒失了 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 朕也是一失情急啊 如意 就算朕当时有不妥 都半年了 朕没有去易坤宫 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 你要和朕别扭到什么时候 你是皇后 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 自己的性子 孝贤皇后 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 岂比心情终不及 九叔九剑九相斗 臣妾这个皇后做的 确实不如孝贤皇后 如意啊 朕写的那些诗 并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婉嫔有心整理 刚好 又逢孝贤皇后的继承 朕才让人抄送了 送到宫中 以示悼念 孝贤皇后是皇上的发气 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 况且皇上那些诗 写得确实动人 臣妾甚至想 若孝贤皇后 九泉之下有之 怕也会感慨 这般深厚追念过生也不枉然 皇后 你锋芒太厉了 臣妾自知不足 就先回宫 闭门死过 皇后 你这些要是 若是 能不能 赢得 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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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的